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新开的度假山庄放松一下 听别人说 这家山庄有山有水 景色宜人 价格适中 喜欢钓鱼的大龙 听说那里可以钓鱼 喜笑颜开 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我笑着转头对婆婆说 妈 你不是说每天在楼房里闷得慌吗 正好可以去散散心 可是婆婆脸上 不但没有半点喜色 反而闷闷不乐地嘟囔一句 我哪有这个心思去玩啊 别人家儿女双全 我家大龙就一个女儿 根都要短了 听到这句熟悉的抱怨 我的脸色一沉 大龙赶紧拼命地给我打眼色 我咽下这口气 尽量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婆婆说 妈 你又不是只有大龙这一个儿子 您都有三个孙子了 还不够啊 要是你实在介意 就当大龙是女儿好了 大龙赶紧笑着打圆巢 对对对 妈 您就当我是您女儿 这样想不就舒服了吗 婆婆听了这话并没有笑 还是没同意 跟我们一起去山庄玩 最后 还是我们三个自己去的 没想到这一句 婆婆做了一件事 差点没吓死我 到山庄后 我们吃了新鲜的农家材 呼吸着新鲜空气 满眼都是绿色 心情都非常愉快 吃完饭 大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钓鱼杆 准备钓鱼 突然发现他忘带海杆了 他要回家去 山庄离我家也不是特别远 开车也就不到一个小时 谁知道大龙这一走 天都快黑了还没回来 我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 大龙该不会是路上出车祸了吧 不可能啊 他平时开车挺小心的 可是为什么打电话 他又不接呢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在我决定带女儿回家一探究竟时 跟我家要好的一个邻居大哥 突然开车出现在我面前 一开口就是一句 大事不好了 你婆婆喝农药被送进医院了 快回去看看 我的头皮一炸 婆婆喝农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和大龙是自由恋爱的 我们两个都是老师 在同一所中学里教书 我爱他的踏实稳重 他爱我的温柔体贴 大龙家里有三个兄弟 他是老大 大龙的父亲早逝 全靠母亲一个人带打三个孩子 十分辛苦 每次大龙跟我说起母亲 这些年吃过的苦 都会眼含泪花 婆婆性格要强 硬是靠自己一个人 帮大龙两个哥哥筹建了婚房 到大龙结婚时 他年事已高 就连自己养老房都无能为力 已经住在大哥家里多年了 结婚时还是两个哥哥 凑了一部分钱给婆婆 加上我们两个的一点积蓄 这才办了个体面的婚礼 婚前婆婆就放话出来 大儿子已经和他养老多年 老三结婚 两个哥哥出力不少 接下来就要靠老三养老了 我心里有一点不情愿 但是看在大龙的恳求上 还是同意把婆婆接到家中照顾 一开始我们相处还算愉快 婆婆为人精明 坐视玛丽 将家里收拾得紧紧有条 真正的矛盾 是从我生了女儿开始的 当时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 事业单位的职工 只能生一个孩子 在医院 婆婆看到孙女的第一眼 就忍不住掉了泪 边哭边说 老头子 我对不起你 这下子老三算是完了 断了根了 婆婆一哭 大龙慌了 丢下刚生产丸正虚弱的我 赶紧去安慰婆婆 听到婆婆这么说 我很伤心 大龙却安慰我说 婆婆那一代人思想狗板 让我多理解担待一下 只要她不是这么想 不就好了 坐月子期间 我听了很多次婆婆的抱怨 为了家庭和睦 我都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我妈来看我时 我没忍住 哭了 等我妈一走 婆婆就发脾气 说她每天好吃好喝供着我 我不过生了个丫头 还这么矫情 气得我当时顶嘴回了一句 丫头怎么了 我是丫头 你也曾经是丫头 没有丫头 你儿子哪里来的媳妇 你有哪里来的孙子孙女 婆婆一听 不可置信地看了我几秒 突然嚎啕大哭 哭天抢地 跟儿子告状 说我笑话她是个丫头 后来 见了亲戚邻居 就说辛辛苦苦 伺候媳妇月子 还遭人嫌弃 好婆婆不好做 尽管婆婆重男轻女 但是毕竟是一手亲自带大的孙女儿 加上女儿嘴甜 跟奶奶也亲 婆婆对她也生了疼爱之心 只是偶尔抱怨几句拉倒 直到2006年 大龙的二哥想生个女儿 结果又生了个儿子 二哥家在农村 当时的政策是 农村投胎是男孩的 不允许再生二胎 婆婆心生一记 竭力动员大龙 把二哥家的小儿子 抱养并办理过绩 听了这个妙计 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大龙跟我站在一边 没同意这个馊主意 看到我们态度坚决 婆婆表面上眼气息骨 没想到 国庆假期 她突然来了这么一手 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事件发生后 哥哥嫂嫂都对我颇有微词 也跟着明里暗里的示意 我同意婆婆的提议 可我还是没答应 别说我们不具备领养条件 就算具备 自己有孩子 还抱养别人孩子 算怎么回事 两家人的关系就这么近 我把孩子接过来养大了 她一转眼 还是要认自己亲爸亲妈 那我涂傻呀 婆婆看 她喝农药都没能令我屈服 终于吸了这个心思 只是从那以后 就开始以喝农药 带来投影的后遗症为理由 家里的家务活 一概不动手 也不肯帮忙 去接送一下 已经上幼儿园的孙女 婆婆喝药这件事 说到底我也有点责任 只能硬着头皮 自己接送女儿 下班回家第一时间 开始煮饭做家务 一时间倒也相安无事 寒假将至时 我想到老公 终于可以大把手了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可是最近老公 却有些异常 不仅常常加班到很晚 才回来 面对我的时候 眼神也总是躲躲闪闪的 我跟闺蜜聊这件事 闺蜜让我当心 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我笑着说不可能 我跟她感情好着呢 事实证明 我的感觉是对的 她没有背叛我 只是在另一件事上 骑马了我 落月二十六 我带着老公和女儿 回娘家吃饭 天色不早了 我妈邀请我们 住一晚再回去 可是孝顺的老公 说不放心婆婆 一个人在家 我们一家三口 拖着大包小包 往家里赶 直到晚上十点多 就到家 一进门 就看到婆婆 做了一大桌的菜 跟父亲几个 玩得好的阿姨 一起推杯换盏 吃得正欢 我目瞪口呆 原以为婆婆 真的头疼 做不到家务 原来 她都是在装病啊 当着一屋人的面 我不好意思发脾气 拉着女儿进了卧室 把门一摔就算了 过了一会儿 外面的人 大概以为我睡着了 一位大娘低声说 你这个儿媳妇挺厉害呀 坐月子时 当面骂你是丫头 现在又把门 摔得震天小 婆婆大嫂门习惯了 即使压低声音 也跟正常说话 没什么两样 只听见 她得意地回答道 厉害又怎样 我吃过的盐 比她吃过的饭还多 她不同意 抱养老二的儿子 我喝个假农药 就把她唬住了 另一个阿姨 犹犹豫豫地说 老大姐 这样做不太好吧 谁都从媳妇做过来的 人家女孩子 既然嫁到咱家来了 就好好对人家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 不好嘛 婆婆的嗓音 提高了一点 我一个七老八十的人了 还能让她这么 小年轻拿捏住 不给点颜色看看 以后指不定就翻了天了 听到婆婆喝假农药 还装病故意折腾我 气得我眼泪直流 那晚婆婆睡着以后 我抓着大龙逼问她 是不是早就知道 婆婆喝假农药的事情 还跟着婆婆 一起演戏骗我 她连忙否认 还心事淡淡地保证 一定要好好劝劝婆婆 不再故意装病拿娇 一家人和和气气地过日子 看在大龙的面子上 我又一次忍下这口气 令我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婆婆的行为 让我再一次破功了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 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事 第二天是个周末 女儿吵着要吃水饺 大龙出门买好饺子皮和肉 我把馅料做好以后 若无其事地喊婆婆 过来一起包饺子 喊了一声以后 婆婆无动于衷 坐在沙发上继续看电视 我以为她没听到 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 可婆婆还是吻死不动 还阴阳怪气地说 我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 还生着病的 你一个小媳妇 包括饺子还来指使我 从昨晚 就一直憋在心里的火 让我失去了理智 我把饺子皮一摔 忍无可忍地揭穿了 婆婆喝假农药还装病的事实 这一下可算捅了马蜂窝了 婆婆放声大哭 质责我没良心 女儿被吓得也跟着大哭起来 大龙焦头烂额 左右为难 我不想跟她吵架 引来邻居看笑话 就带着女儿去了超市 在超市里 我左思右想 实在是没法心无戒敌地 跟婆婆相处 于是 下定决心 把婆婆送去大哥家养老 养老费我们来出 从06年到07年年底 足足一年时间 无论婆婆如何哭闹 哥嫂如何指责 我都毫不妥协 最后 我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 婆婆答应去大哥家养老 但是说好 冬天回我这里 因为农村没有暖气 太冷了 所以 婆婆去大哥家 住了一个月 就又回到我家 再次面对婆婆 我的内心还是无法释怀 她一喊头疼脑热 我就忍不住怀疑她装病 冬至这天 我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回来 放下包 就去厨房包饺子 没一会儿 原本在客厅 陪奶奶看电视的女儿 跑进来 对我说 奶奶好像不太舒服 让我去看看 我心里想 这又是闹什么幺蛾子 憋着气走出厨房 出去一看 婆婆斜靠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 问她哪里不舒服 她也不说话 光在那里挑眉瞪眼的 我以为她装病折腾我呢 就没管她 回到厨房继续饱饺子 直到大楼回来 发现婆婆还是那个姿势 一动不动 赶紧把婆婆送进医院 这才知道 婆婆脑浴血了 因为送医迟了 抢救后 不可避免留下后遗症 婆婆一条腿 没法走路了 必须着拐杖 我很后悔 不该怀疑婆婆装病 因为我的怀疑和缺乏常识 害得婆婆探了一条腿 尽管我和婆婆不合 这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大龙从理智上明白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从感情上 无法接受婆婆 因为我的缘故 遭遇到如此不幸 她没法面对母亲的泪水 和凶嫂的指责 我们之间的感情 出现了一条 无法跨越的鸿沟 婆婆出院以后 理所当然的又住到我家 事情仿佛又回到原点 可我和大龙的感情 却再也回不去了 生活中的每一点小事 都能引发她对母亲的愧疚 每当婆婆有一点不满意时 我刚想解释 大龙就用痛心 且指责的眼光看着我 她眼里流露出来的敌视 和对抗的意味 让我慢慢地从心底生出寒意 我不愿意我们俩人的婚姻 就此走向末路 也曾经尝试着 跟她平静地交流一下 解开心结 可是每当我说起 我不是故意不送婆婆去医院 而是她之前喝假农药 和装病的行为 让我忍不住怀疑她 所以才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机时 大龙都会打断我 指责我压滋必报 非要揪着婆婆犯过的错不放 不知道反省自己 心疼她 看在她的面上 善态婆婆 最后 我们两人都在反复争吵中 失去了力气 无奈之下 我提出了离婚 女儿归我 大龙愣了一下 冷漠地说了两个字 随你 后来我找朋友帮忙 调动了工作 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 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日子恢复平静 听旁人说 大龙最近反悔了 想找我复婚 可我还是认为 破镜再难重圆 过去的都过去吧 即使勉强附和 婆婆贪掉的那条腿 也会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们 当初发生了什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书名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